你好,我是林薇医生 雖然冬天快到了 但很多人都在问我 如何令自己瘦身 看起来瘦一点,瘦一点 有些位置减少也减少 皮下脂肪的位置如何处理 以前一代的处理方法 都是用手术的方法 例如各部位置抽脂 才处理到比较顽固 难减的脂肪部位 正常体重 透过捷食和做运动 而减少的位置 女士想减少的位置 可能做运动都减少的位置 都有以下的位置 例如大腿内側 手臂 麒麟巴巴肉 腰间聚肉 和肚腩 腰间聚肉 为何有些位置减少也减少 这个和我们的遗传 因为脂肪的分布 有一部分都是遗传的 所以很多时候 例如我们看女士的体型 下半身是比较偏肥 上半身体罗是很瘦的 这个可以看回她的妈妈 或者她女性的亲戚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 这类型的出现 这类型的人士 其实是适合局部性的签体療程 刚才说过 有些人士 虽然体重正常 但有些位置的脂肪 是减少也减少 她想收盈 除了以前一代的手术抽资之外 还有什麽方法呢 因为都市人 很多时候都不想做手术 因为他们不想个恢复期那么长 手术亦都有风险 可能要麻醉 亦都可能要请假 现在新一代 其实有一些 无创的融资疗程 亦都得到美国FDA当局认可 无创的融资疗程 大致上是分开两方面 一方面是用冷冻的技术 一方面是用热溶的技术 一方面是用热溶的技术 那两方面 其实都是经过皮肤 是不需要打针 或者不需要割开皮肤 即是不需要做手术 就是透过高能量的仪器 将能量带入脂肪 而令脂肪细胞变薄 或者是死亡 冷冻融资 其实它顾名思义 它是用冷冻的方法 令到局部位置收盈的 最初是如何发现的呢 最初是在小朋友身上发现的 即是这个现象 当他们拔完牙之后 吃雪条的时候 发现它们一边的棉壳脂肪 之后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后 发现是薄了的 之后发现原来是一个低温的状态的时候 会令到我们的皮下脂肪 会有局部位置是会变薄了的 之后发现将这个技术 用在一个无创融脂上面 发现是可以用到一个比较安全 亦都有效的方法 亦都不用做手术的方法 可以做到局部收盈的效果 那为什么冷冻可以令到脂肪变薄呢 其实呢 将冷冻溶脂做那个尿程的时候 那它那个仪器会将皮下脂肪的位置 我们需要收盈的位置吸起的 吸起之后呢 那它就会将那个吸起的组织呢 冷冻到大概摄氏4度 摄氏4度 那它皮肤呢 皮肤呢 和皮肤表面 和肌肉呢 它就不会冻伤的 那脂肪的细胞里面呢 它就开始会结晶的了 它会有些好像crystallized的结晶 那结晶了之后呢 某个比例的脂肪呢 它就会有一个叫apoptosis的现象 就是一个是收到一个死亡通蝶的 那收到一个死亡通蝶之后呢 其实它不是立刻死的 它大概要三个星期之后呢 慢慢才会死的 那死了之后呢 也都不是立刻没有了 那脂肪细胞呢 其实它里面有脂肪酸 那也都是有脂肪含量 那它里面的成份呢 会回到血液里面 经过肝脏排走的 那脂肪细胞本身呢 会被白血球吞小 那也都会分解了的 那所以这个过程呢 其实呢 是需要三星期去到三个月 才会完成的 那所以做完 无畅的冷冻溶脂之后呢 其实效果呢 需要大概一段时间呢 才会看到 那每次那个效果呢 大概它会去到 皮下的厚度 皮下脂肪厚度 大概可以减25% 那无畅的溶脂 除了冷冻之外呢 还有热溶的方法的 那热溶的方法呢 其实它是采用 聚焦超声波的方法呢 令到皮下脂肪呢 加热 那加热去到 55-60度的时候呢 其实呢 皮下脂肪细胞呢 就会热死了的了 那热死了呢 它就会经过 新陳代謝啦 那也都呢 它会有细胞的 收服的过程 那所以呢 用热溶的方法 即是用一个 聚焦超声波 溶脂的方法呢 那其实呢 它做完那个 需要收盈的位置呢 都是和冷冻溶脂一样呢 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至三个月呢 才会慢慢变薄 和收紧的 那冷冻溶脂 和热溶的溶脂呢 就是无創溶脂 这两个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那个 那个收紧的程度 冷冻溶脂呢 其实呢 它主要呢 是减薄脂肪呢 它就比较少收紧的状态的 而热溶脂呢 它因为它是透过 聚焦超声波的这个热能 引起的减薄脂肪呢 所以它除了减薄脂肪之外呢 它还可以收紧的 而不同部位呢 是需要不同的治疗 所以就是其实呢 比如说 客人来到 他们是不是想 做一个收盈 或者他们适不适合做收盈 而是哪个位置 应该是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都是要和客人 沟通清楚 还有每一样治疗呢 都有它的风险 和副作用的 也都呢 不是100%的 保证是一定是 去到他们的效果的 所以和你的专业人士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